中國雲南有一間醫院稍早發生了駭人聽聞的攻擊事件 就是在鄭雄的一間醫院 上午的時候有男子持刀在醫院裡頭揮刀攻擊民眾 這起攻擊行動目前已知造成了兩個人死亡 二十一個人受傷 而嫌犯的隨後也在康陽小鎮被警方逮捕 目前這名男子的行凶動機還在調查當中